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收看希望直升热点追踪节目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五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恐怖中共第五纵队行动被识破 风声鹤唳 韩台同时发布赴大陆预警信号 阿桑奇塞班岛认罪之后安全抵达澳洲 下机拥吻妻子 NBC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每日片段将由AI解说 伤水和桶装水哪个更健康 结果令人惊讶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理由 中共自从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 使出了一系列的招数 从国会扩权法案到台独死刑论 以及砸钱请网红 最新的消息又冒出来了 中共派人冒充台湾的立委 去其他国家开机密会议时被发现 同时中国的老百姓的反抗意识也日益增长 甚至有民众直接用大胆的方式暗喻 不会有80年的国庆引发轩然大波 据民进党立委沈博扬的爆料 本来有一个机密会议要在国外开 但是因为国会扩权法案走不开 就取消了会议 但是国安团队指出 有人冒充他去了某个国家参加机密会议 网友直呼 他的计划是怎么泄露的 这很恐怖 也有分析认为台湾各界的第五纵队果然动起来了 也有网友表示 中共是暗杀起家的 秘密暗杀策反偷窃 使他们这个党认为的最有效 也是最直接的办法 要用流氓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做事风格 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另外 6月27号在中国大陆 有网友说自己在路上看到一张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2028的车牌 并且拍照下来放到社交媒体平台上 照片曝光之后瞬间掀起热议 1949年的10月1号 中共前党魁摩斯东 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成立 这张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2028的车牌 显然把中共的寿命定格在了2028年 目前这张照片在墙外的各大社群媒体上疯传 许多网友看了之后 纷纷担忧车主的人身安全 因为这个车牌的意思 根本就是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只剩下了4年不到的寿命 最多只会有79年的国庆 有中国反贼打趣留言说 可不可以写2024 我一刻都等不了了 希望这是真的遥遥领先的预言 还要再等4年吗 另外27号海外X平台上流传一则视频 在大陆和海外众戳纷纭 只见视频中年轻人自称是小粉红 来自贵州 他说还好他现在已经醒过来了 他表示 在其他自由民主的国家 政府都是想尽办法给自己国家的公民 发各种福利 免费医疗 免费上学 而在中国完全是相反的 有网友就表示 中共倒行逆施 避致重判亲离 也有的人说 连小粉红都清醒了 中共要灭亡了 6月27号 有几件事 令听到的人觉得 有风声鹤唳的感觉 一件事情就是韩国国家情报院提醒在华 韩国公民留意通过翻墙软件访问在中国无法看到的聊天软件等应用程序带来的风险 中国政府7月1号起扩大对个人电子设备的检查权限 韩联社消息 韩国国家情报院6月27号表示 根据中国国家安全部4月份发布的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中国有关部门一旦阵定在中国的韩国公民 有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 可单方面的获取聊天记录 电子邮件 照片和登录记录等涉及隐私的讯息 还可给予扣押和罚款等处罚 韩国国家情报院表示 通过VPN使用脸书 照片墙 Kicall Talk等被中国禁用的应用软件等行为 都有可能成为临时检查的对象 该机构提醒韩国公民遇到检查时 立即向韩国外交部领事保护热线 韩国驻华大使馆或者是总领事馆寻求帮助 韩联社说 根据中国国家安全部4月26号发布的 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7月1号起 国家安全机关经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 可以出示检查证 依法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 人身物品场所进行检查 调查取证的证据 包括物证 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等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中共国台办星期五刚刚颁布台独死刑建议 时隔不到一周 台湾大陆委员会27号就宣布赴陆旅游警示 称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台湾人到中国大陆遭非法扣押 留置盘查等情形 严重威胁台湾人赴陆港澳的人身安全 陆委会警示 政府经整体评估到大陆旅游市警灯号 由黄色调升为橙色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27号举行例行记者会 提到陆港澳近年持续增修相关的国安法令 目前已经有相当多起台湾人到中国大陆遭到非法扣押 留置盘查等情形 认为有必要自27号起提升 赴陆港澳旅游市警为橙色 建议去旅游的人非必要避免赴陆港澳旅行 梁文杰说 陆委会再度提醒 如确有赴陆港澳的需求 建议应避免触及或讨论敏感议题及事物 拍摄港口 机场 军事演习场所 携带政治 历史 宗教等书籍 相关资讯可参考 本会网站容易触犯中共国安罪嫌之行为太阳 香港涉嫌国安案件之行为太阳 对于需要前往大陆的国人几点提醒与建议 与国人前往或者是过境香港或澳门 几项提醒与建议等内容 审慎评估赴陆港澳之人身安全风险 并且在出发之前 至本会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进行登陆 资深评论员唐靖远认为 中共这么做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出于自保 就是他在意识形态上想要用这种方式 最大限度的杜绝中国民众受到境外的真实信息的影响 他表示 因为中共呢他只要是要掩盖他自己的危机的时候 他一定是会有大量的谎言的出台 那么这些谎言如果说让中国民众通过才从境外接收到了真实信息 识破了他的谎言 这个毫无应对中共来说就是一种致命的 所以呢他用这种方式来切断 就是境内和境外的信息的流通最大限度的 他现在除了这个利用网络的防火墙之外 他也要在人员交流上面去做出大幅度的这种限制 去检查这些外来外国人入境的时候 这些手机啦信息啦电脑啦等等 其实他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这个 唐靖远表示 每当社会出现矛盾和危机 中共都会利用这种方式转嫁矛盾 这是中共最拿手的一招 就是用煽动极端的民族情绪的方式 把矛盾的焦点矛盾的指向对外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必须要保持对外部产生 甚至是有意的去制造 中国和国际社会和其他西方国家的 去制造出来一种强烈的敌意 那么只有制造出这种敌意以后 他才可以借此来做文章 以此来就是引导着国内的这种矛盾 他的民众的这种怒火 把他引导到冲着对外去发泄 而且的话就可以保住他自己的政权 不至于说让这些民众把这些怒火 都对准中共去发泄 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 6月25日与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之后 获法官批准协议 意味着阿桑奇与美国长达14年的缠送告终 阿桑奇26日乘飞机抵达澳洲首都堪培拉 路透社6月26日报道 阿桑奇达飞机在26日抵达堪培拉 他下飞机之后向等待的媒体挥手之意 然后热情地亲吻他的妻子斯特拉 他其后在拥抱父亲之后 与其法律团队一起进入了航站大楼 阿桑奇26日乘坐飞机抵达位于太平洋的 美国自治邦北马利安纳群岛首府塞班岛 出庭证罪之后再返回出生地澳洲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阿桑奇在北马利安纳群岛法院承认犯有间谍罪 消息称他放弃案件陪审团审判权 阿桑奇之后前往澳洲首都堪培拉 路透社报道 阿桑奇25日被判处62个月的刑期 这相当于阿桑奇在伦敦高涉防监狱被囚的时间 美国司法部承认阿桑奇这段被囚的时间 并且让他不用引渡到美国直接返回澳洲 阿桑奇所创办的维基解密2010年 公布美国大量有关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的军事文件 重击美国的外交形象 令华府备受外界指责 现年52岁的阿桑奇在川普政府时期被起诉 罪名使维基解密大规模的泄露美国机密文件 阿桑奇妻后进入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直至2019年4月份被英国警方进入馆内逮捕 面临从英国被引渡到美国受审 对于阿桑奇获释在即 他的妻子认为 如果没有阿尔巴尼斯的介入 根本就不可能成事 他指出公众态度有所转变 大家都认同阿桑奇是受害者 他得知丈夫可以重获自由之后 就在23号带着两个儿子到澳洲等待消息 阿尔巴尼斯一直要求美国撤销对阿桑奇的指控 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则表示 他在政府上台后 与美国就多项议题合作 但不认为阿桑奇的问题是澳美两国的痛处 距离7月26号 在法国巴黎及其周边地区举行的 2024年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只有30天了 今天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环球公司宣布 计划通过其NBC电视网与孔雀流媒体服务 在美国报道这一声势 报道中 最有趣也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部分 可能是孔雀流媒体会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声音 而这个声音的原型是一位真实的体育播音员 在一封电子邮件的新闻稿中 流媒体服务宣布了孔雀每日奥运回顾的计划 从7月27号开始 孔雀的用户可以访问其奥运中心 注册他们希望每天看到的巴黎奥运会的哪些精彩内容 这将包括他们最喜欢的三个体育项目 以及运动员的背景故事 流行时刻等其他功能 第一个精彩视频将是开幕式 从7月28号开始 每天的奥运比赛都会有定制的精彩视频 新闻稿表示 这项技术每天将从MBC体育频道制作的 数百个片段当中提取素材 为每个用户生成一个约10分钟的播放列表 重点介绍前一天最相关的精彩瞬间 以及球迷们可以在MBC黄金时段节目当中看到的内容 由人工智能重现迈克尔斯的声音进行解说的回顾 将对每个选定的亮点进行概述 MBCO编辑团队将审查所有的内容 包括音频和剪辑 以保证质量和准确性 然后再向用户提供回顾 孔雀流媒体公司表示 预计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 将产生近700万个个性化的奥运紧急视频 并且由人工智能版的迈克尔斯进行解说 新闻稿引用了真正的迈克尔斯的话 人工智能版的AI迈克尔斯的声音 是通过他过去在NBC出镜的片段训练出来的 新闻稿引用了真正的迈克尔斯的话说 AI迈克尔斯说 当有人向我介绍这件事情时 我持怀疑态度 但显然也很好奇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演示 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想法 我说我加入AI迈克尔斯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项技术的效果如何 以及这项技术的使用 是否会让其他体育记者感到担忧 他们可能会担心 几年之后 人工智能合成的声音 会让他们丢掉饭碗 下面是一则和健康有关的新闻 众所周知 微塑料对健康的影响 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微塑料颗粒可以说是无助不在 水 土壤 空气 甚至是人体的心脏 血液 胎盘当中 不仅对生态环境构成了威胁 也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潜在的影响 那么既然水和土壤中都有微塑料 喝瓶装或者是桶装水 是否会更健康一点呢 多项研究结果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2024年1月份 国际学术期刊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 每一升瓶装或桶装水当中 平均约含有24万个可检测出的塑料微粒 研究人员首次利用新的显光学成像技术 能够检测到桶装水当中 小于1微米的纳米级的塑料颗粒 这些细小的纳米塑料 可以通过我们的肠道或者是肺部细胞进入血液 甚至抵达心脏和大脑 甚至对于孕妇妈妈来说 还会穿过胎盘 最终进入胎儿的体内 研究还发现 当瓶装水瓶子被挤压 或者是暴露在高温之下时 它可能会随着碎片脱落而进入水中 甚至在反复开关瓶盖时 许多塑料颗粒也会进入水中 那么自来水中就没有微塑料了吗 同样有 2019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饮用水中的微塑料》的分析报告中就指出 在海洋污水淡水饮用水 其中就包括瓶装水和自来水中 都有塑料污染物的存在 不过在2024年的2月份 广州医科大学李战军教授 和近南大学环境学院曾永平教授 在《环境科学与技术快报》期刊 发表一项成果 他们发现把水烧开 再简单过滤一下 就可以去除高达84%的纳米微塑料 这堪称是最为简单且无害的净化水方式 从而减少人类通过 饮用水导致的微塑料摄入 研究发现 在烧水的过程当中 随着水温的升高 水中的微塑料的去除率 从最初的2% 逐渐增加到28% 到100摄氏度时 急剧增加到84% 同时 微塑料的浓度 从原来的30颗粒每微升 降低到了4.8颗粒每微升 那么水中的微塑料去了哪里了呢 研究发现消失的微塑料 从水中转移到了水垢的沉淀当中 水垢中的碳酸钙 可以通过与微塑料共沉淀 来达到去除水中微塑料的作用 所以更建议大家自己烧开水喝 可以减少人体微塑料的摄入 同时 减少使用有塑料包装的食品 塑料瓶 塑料袋 不要乱蒸 垃圾分位放到指定的垃圾桶里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避免微塑料通过食物链 进入人体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按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